最近开车过长滴 常会发生抢车道的事件 红了挡车姐和护照哥 原本开心出游的心情 因为压不住怒气 恶行恶状在社交媒体流传 还可能闹上警局 何苦呢 你知道吗 这种坐上驾驶座 握着方向盘 就变成另一个人的行为 在专业上有一个名称 叫陆怒症 看看你我身边 有陆怒症这个偏激行为 和心理状态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 陆怒症这个说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就在美国出现 说的是带着愤怒开车上路 遇到其他驾驶者不遵守规则 不让路就会产生攻击性 或者是愤怒的行为 这就包括了 比出粗笔的手势 用言语侮辱怒骂 故意用不安全的方式 驾驶车辆 或者是展现出挑衅的姿态 检查一下 如果你有以下的行为 可能你在不知不觉上 也患上了陆怒症 症状一 开车常常骂人 二 开车时情绪容易失控 一点堵车或者是碰擦 就有动手的冲动 症状三 喜欢跟别人抢车道 或者是故意拦挡别人 进入自己的车道 症状四 开车的时候 跟不开车的时候的自己相比 在脾气情绪上 叛弱两人 症状五 前面的车辆慢了一些 就不停地按喇叭 或者是打闪灯 症状六 危险驾驶 包括突然的刹车 或者是加速 跟前面的车跟得太近 哦 我说中了吗 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大家被推着往前走 不知不觉呢 就把这种快节奏 转移到开车这件事上 人们觉得要是自己慢下来 就会失去机会 这就造成了心态上的急躁 再加上 现代社会的分工很细 造成人们的视野和兴趣 越来越狭窄 不懂得用其他方式来减压 只想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这么一来呢 就更受不了 路上一丁点的不愉快的事件 路怒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同病 在美国职业司机 患病比例高达30% 还是那句话 开车时一定要多一份冷静 看开一些 因为这世上 只有到不了的目的地 没有到不了的天堂和地狱 不用提起来 不用提起来 空气 您谁要退 dorm 您好了 您刚好 老 平